哈欠平米世界最智能入手的五款皮膚 最后一个 已经绝满 第一个 那肯定就要提到我们的花龙蜘蛛了 这个皮膚可以说是相当的帅气 和电影门的一模一样 身体还可以变形 而且在它走过的地方 还能留下身影的标志 不知道为啥感觉比秦千柱还要算 第二个 小红梦 作为童话系列的皮膚 造型那可以说是相当可爱的 更重要的是 这个价格 简直就是性价比之王啊 我相信很多的小男生肯定都偷偷买了这款 那么提到小红帽就不得不起我们的第三个了 花小龙 作为武装皮肤 那人起一直都是 这个 看起来真是仙气飘飘 要说它是颜值最高的皮肤 应该没有人反驳吧 第四个 陈锦衣 听名字还以为是哪个小学生的名字呢 但是一看这个造型 还发现原来人家这是明朝的锦衣卫 头戴小圆帽 腰夸秀春刀 整体造型霸气外露 可是最受我的喜欢了 那么第五款 确板皮肤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去年签 小圣 它 我估计不用多说了吧 猴年限定款 想要而不得 重点是价格还老贵了 一般人可真买不起 像露子也这样的 最喜欢捡那种 免费又好玩的皮肤哦 你瞧 我刚兑换了个卡卡和妮妮的限定款皮肤 这个造型你们就说喜欢不喜欢 这部迷你世界的大电影马上就要在西瓜视频 全网督播了 露子也小鲜一波 看了个电影 结果瞧 就拿了一个兑换码 新皮肤 立马到手 突然发现 天上也能掉馅饼 这么便宜啊 谁不爱捡呢